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青年报关注的一件事 最近国家发改委联合新华社中国政府网面向社会 公开征集群众办事的100个读点难点问题 什么叫读点难点呢 就是以往我们经常会说到的 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件事要反复提交材料 而且要在多个部门之间跑来跑去跑断你的腿 甚至还要不断的拿出类似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奇葩证明来 这些其实都是解决问题的读点和难点 现在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帮忙梳理一下看一看到底在哪 那文章对此评论是这样说的 他说其实在大家的这个积极主动下 找出这样的难点读点一点都不难 但是关键点就是要再解决它 怎么解决呢 就像文章说到的 其实这些问题的出现 说明了各个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 以打通信息壁垒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对于征集到的问题涉及到机构部门认领以后 也要给出解决的路线图 时间表 对没有及时解决的要依法依规 予以追责充分发挥倒逼的作用 也就是找问题不难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接下来